其实摩也是佛 早晚的问题 你决定会成佛 因为你有佛心 不过轮回里头多住一段时期 这时期之长是能结束说的 你得要无量节去搞轮回 搞生死 到什么时候 你真正感觉到苦 轮回太苦了 折磨太苦了 想超越了 佛就来度你 你没有这个念头 佛不来 为什么 佛来了没用 不听 摩来 摩很喜欢他 他也喜欢我 摩有大佛宝 摩也有智慧 他不是真智慧 我们一般讲的 世之辩从 他有这个能力 圣人给他辩论 不见得是他的对手 我们相信 当年 邵政某的 辩才 肯定超过孔子 孔子做卢大司寇 有钱 把他杀了 如果在今天 孔子杀赵政某 孔子就有罪 人有人权 你怎么能随便杀人 他也没犯什么过错 在那个时候杀人 孔子有道理 就是他的言论 违背伦理道德 能引导人心 去向不善 这就是他罪名 古时候对这个罪名 看得很严重 现在人 言论自由 出版自由 邵政某如果出现在现代 非常受人欢迎 啊 圣人对他 无可乃乎 那么今天世界 说这么不说话 能引人善道啊 不走正路 末法 纯正的路 就是念佛往生间路 啊 纯正之法 就是这一部 无量手机 啊 他要反对 要批判 要把它消灭掉 啊 这些事情 我们都很清楚 很明了 啊 越发 体会到 我们的机缘 属神 太属神了 我们能够遇到正法 啊 遇到正法之可贵 就是你有往生进出的机会 啊 只要掌握住决定的神 啊 灵命中时 一年十年 都能往生 何况我们还有一个月 两个月 三个月的时间 足够了 啊 记住啊 神圣佛号 同福智慧复得 感谢观看